Hello 大家好 我是Nathali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條影片想跟大家說一下 報英國大學之前需要做什麼 我身為一個年十三的學生 我已經教了UKAS 我的短時間 我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報大學之前要注意什麼 有什麼準備功夫 我希望在這條影片大家一一解答一下 還有給一些小小提示給大家 這條影片是一個UKAS的分享來的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很搞得清楚那個procedure 雖然我已經教了 但是需要做的事情我都暫時不太清楚 所以當我真的入了大學 真的清楚所有的報道之後 我就可以再拍一條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到我有部電腦在我打完所有的notes 我認為都有多少東西可以說一下 準備功夫其實也挺多 所以我就打了一個list出來 打算分享給大家 這條影片就會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分就是給一些已經在英國讀書的學生 給你們的建議和提示 第二部分就是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讀書 但是想報英國大學的你們 給一些提示和一些準備功夫 在這條影片我最想說的就是 在報UKAS之前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條做的事就是 要去參觀一下你的大學 我想所有有教我想讀那科的大學 我應該去了50% 我之前已經有拍過一條影片 好像是叫 Visiting UK Universities 如果大家還沒看的話可以在 右上角的這個information button也看 那條影片我好像參觀了大約10間大學 我有盡量去拍他們的環境 課室 我不記得我有沒有給一些評論 但是我自己 所以我對這幾間大學的評論 我都有寫對 我剛剛就說 我想我應該大概去了50%的學校 那你就可能會問 為什麼不去那其他50% 你已經人在英國了 那總會讓人不是英國的學生 有更多的機會去參觀英國大學 為什麼不去參觀其他大學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某部份的大學 不專注於我的課程 譬如他們給另外一些課程 分配更多的資源 教授的比例就可能不太平 這裡就給一個勒業給大家的參考 譬如我現在想報Lancaster University 譬如我想讀Sci-Call Lancaster就有分B.A.Sci-Call 和B.Sc.Sci-Call BA就是B.A.Sci-Call B.Sc.就是B.A.Sci-Call 我這裡有一張想給大家看 就是Lancaster的這兩個課程 我不是讀Sci-Call 所以我不知道 這個需要一個例子 如果Lancaster有分配更多資源給BA的話 我作為一個想讀B.Sc的人 就好像沒有這個必要 要去讀Lancaster 另外就是可能他們的 教授的比例不平均 可能他們有7個教授 都是教B.A.Sci-Call 只有3個教授B.Sc. 就是非常之不平衡 就是可能你真的 參加了這個課程的時候 可能有些困難 因為只能找這三個教授 因為其他那7個就不教你的課程 當中可能有些overlap的地方 但是如果只是來過科 需要讀的東西的話 那這7個老師就幫不了你 我自己真的有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我認為這也是挺重要的 所以不太大部分的學校 我就沒有去看 如果你發現他們的老師比例是平均的話 要怎麼看他們的資源不平均呢 就是可能去聽一些open day的課程 如果他們超級focus在一邊的課程 就是我用了Sci-Call的例子 如果他們講很多關於B.A.Sci-Call的課程 但是只是略略帶過B.Sc. Sci-Call的課程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間學校是focus在B.A的 他們真的放很多心機在B.A的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有些真的太遠了 我就是住南部的英國 就是倫敦附近的位置 那Sci-Call的就一定不是我第一個會考慮的地方 因為真的是偏遠 那如果是有些比較北邊的英國 例如Durham這樣 因為我自己想去看 要浪費車錢 還要浪費時間 就是我去一程有6個小時 我回來有6個小時 這樣就浪費15個小時 就是半天 所以我就有個建議給大家 如果好像我這樣 因為距離的問題而沒有去 或者是交通費特別貴心 沒有去的大家 我就會建議大家上Google Maps去看學校 Yes 偉大的Google Maps Google Maps就可以drop一個人去看 這個學校周圍的環境 通常Google Maps 都是有360度看這些Campus 當然它的課質可能沒得看 但是整個Campus 基本上都是有得看的 但是有一個不好處就是 它這個360度 最更新的照片 很難去拍一張照 就知道真的整個環境如何 另外一個建議就是 可以去這些學校的IG Twitter 甚至乎校網都可能有一個School 通過社交媒體 你也可以去看看這些大學是什麼 第三個原因 也是另外一個很認識的原因 就是有些學校需要的Grade 實在是太高 我就算在Yukas補了這些大學 收到這些學校的offer的機會 都是不高的 既然我知道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機會 進到這些大學 所以我就沒有必要去參觀這些 沒什麼機會收我的大學 我可以省一筆錢 省一些時間 就可以參加一些近些會收我的大學 好了 說了這麼久 為什麼我會說參加大學這麼重要呢 就是首先 要去看看自己喜不喜歡這個Campus 可能你在網上看到 這個課程很好 它有很多的資料 它有出國留學的機會 譬如去什麼 意大利 加拿大 去做Exchange 有Placement Year 可以讓你參加 看它的課程很好 但是其實你可能不喜歡那個Campus 譬如說你去到Campus 覺得很沒有歸屬感 你想像不到在這裡讀書 所以就要看看自己喜不喜歡那個Campus 那我自己就有其中一個經驗 就是去參觀了University of Bristol Bristol U就是一個Ranking很高的大學 對於我想讀那個科來講 他們的Ranking都是不低的 所以我就去了參觀 但是我發現到的問題就是 首先他們不專注我想讀那個Campus 就是我剛剛講的BABSC 另外就是我在那個Campus 想不到歸屬感 我完全想像不到自己在Bristol U讀書 還有沒有說特別喜歡Bristol 就是Bristol對我的印象 就沒有說特別好 但是也沒有說特別差 純粹就是 想像不到自己在那個城市裡生活 這個純粹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分享 不是說Bristol U不好 Bristol U真的一個非常出色的學校 純粹這間學校不是我的Bristol 我是有朋友讀Bristol U的 就是他們都非常喜歡學校 而且他們都喜歡Bristol as a city 對啦 所以我Yukas就沒有選到Bristol U的 第二個我認為都頗重的原因 就是看一間學校跟你想像的有沒有出入 比如Campus的大小 地理位置 縮小的Quality 這些東西就是如果你去參觀學校 就是大學的Open Day的時候去 都會見到的東西 關於這個出入的問題 我自己又有另一個experience 那我想這個就是參觀得多大學的好處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University of Foster's Year 這間學校在我的課程裡說 它的Ranking都是不差的 我就是去了他們的Open Day 然後去到我才發現 我是唯一一個來自東亞地區的人 連校網的照片好像都沒有見過 他們有東亞地區的亞洲人 證明這間學校是Lack of Ethnic Diversity 所以如果我成為了這間學校的學生 我是有這個機會被同學去欺利 或者有種族歧視 我不是說這間學校出了什麼醜聞 我完全沒有聽過關於這間學校的news 我也沒有在IG上認識過 了解過這間學校 純粹就是我想到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可能會被欺利 我可能會被種族歧視 那這些情況我還是不希望發生 如果我找到一間ethnicity 比較diverse的大學 就可以大大減低種族歧視 和欺利的情況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很快就放棄了這間大學 都是那句 不是說Gloucestershire不好 它的Ranking都是高的 純粹是我自己有這樣的關心 第三個原因 就是看看自己喜歡不喜歡那個城市 還有有沒有什麼治安的問題 譬如它的City Center是特別骯髒的 會不會有很多吸毒的人 也要看看他們的交通方不方便 我自己就有聽同學說過 三個地方的一些治安和問題 我自己就聽過Bermingham吸毒很嚴重 第二就是Nottingham的治安不太好 死人死很多 就是他們是用刀突然去殺你 University of Exeter 去Party School 種種我都有聽過 但是這三個大學我都是沒有去看過的 我就不知道真不真的 但是如果你親身去看的話 你都會知道這些事件 而大家都是做了Research 上網看看 來想去那個城市的治安 給一個很重要的建議大家 就是要由Year 12開始 就去報這些大學的Open Day去看 其實我自己也是算偏遲 但是很輕盈 去到我想現在已經累積到大概15間大學的Open Day Open Day全部都是他們的網站有講的 那你只要在他們的網站上搜尋 那如果看影片的你已經在Year 13呢 那就要更加加快手腳去看這些學校 因為現在你已經有Yuka 所以你應該陸陸續續已經收到的offer 那你就要快點看看這幾間收了你的大學 最接近的Open Day是什麼時候 那就是講到在英國補大學的學生需要做些什麼 現在就來講一下在香港補英國大學的你可以做些什麼 第一個就是有很多大學都會有Virtual的Accommodation Tour Virtual的Open Day和Virtual的Talks 那這些呢就記得要Sign Up去聽 因為它已經在線上給你看一下 那個Campus是什麼 然後你的Course會教些什麼 他好好地認識這間學校 那第二個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留意一下你生兒的大學的一些Updates 我有一個讀Dark的朋友就推薦了幾個IG page給我 那我就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些Page有些就是介紹一下這些大學是怎樣的 在IG讀你也可以直接找到 英國大學的香港社會的IG page 例如有DSCXU Class 還有Holic DUHK Pass 還有Durham.hks 正常來說出名一點的大學 有自己多香港讀的大學 基本上一定會有這個香港社會 我找到的話我就會放幾個在screen上給大家看 OK 以下這個例子就是給所有的學生的 在大學很重要的一樣東西就是 Personal Statement Personal Statement的話 最好就是有一點點的工作經驗 是什麼工作經驗都可以 在cafe做 waitress 在賣衣服會去摺衣服 都是work experience 最好就是可以找些part time做客 或者你暑假都可以做的話就是full time 第二個point就是去看一些關於你的course的書 或者是裝一些免費的online course 是關於你想讀的科學的東西 看Personal Statement的人 是超級喜歡你這些like extra reading 不只是在學校讀書 在學校學習知識那麼簡單 是你騙我再做到什麼 但是這個不是說有多少就放多少 是找一些適當的 我自己那時候就參加了兩個活動 其中一個就是cambridge的master class 這個是學校先給我們上的master class 但是有些學校是有做master class的 這些就是在website上找得到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上 你深眉大學的website上 查一下他們有沒有做master class 如果他沒有 你去找一些可能再經歷的 譬如我參加了cambridge這樣 那你就去找一下這些學校有沒有master class 然後上都可以的 如果他需要付錢的話 那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上的話 那當然你付錢去上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些不用錢的 但是都關於你課程教的東西的 一些talk那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就記得去參加那些 那我另外一個activity就是 親身去一間大學去做一些experience 有些taster lecture 就是親身去聽一下 這間學校平時的老師教的lecture是怎樣的 我就放了這兩個活動進去我的personal statement 那我就認為這兩個活動呢 都對我的personal statement 超級有大幫助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也都希望這條片 帶到很多資訊給大家 還有幫到大家 那就希望大家在報大學之前知道 自己要去參觀大學自己要做research 那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好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